第四十章谈反复章 反复章就是谈道的一个作用 三十九章谈到了 天地万物能够与道为吕的时候 它能够收到的那个成效 是出乎人想象之外的 接着在四十章就谈 道的一个作用 一个真正身上有道的人 他行诸于外的气度 他跟反复俗子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反 道之动就是道的一个用 反它有这几个意思 第一个归反的反 这个归反的反就是反复循环 周而复死的意思 天得以以轻 谈到何谓天 四十春夏秋冬的一个更迭 日跟月日夜的一个代名 它不是每一天 每一年周而复死 重复香糖的一个动作吗 天的一个特质就是刚 刚就是义无反顾 不论你外在环境怎么变化 天该亮了就亮 你说冬天灰蒙蒙的 那是因为地球公转运转角度的不同 但是天的运作从来没有因为天气而有任何的一个变化 春夏秋冬也是如此 即便它有地盐 但是该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 它也不会不开花 那同样的到冬天要收树的时候 它也毫不留情的就收树 因为万物有生则有灭 所以这个反有周而复死的意思 那第二个 相反相成 任何一个事物我们都看到一面 看到一面我们就坚持这一面是最好的 可是老子提醒我们 若在后天 它都是相对的 在先天是绝对 道生一 一是绝对 到一生二 二以后 就落到后天 它就是相对的 那相对的没有不好 因为相反的有的时候 它反而可以相成 所以我们在《道德经》前面有提到 将欲细致必顾张之 将欲弱致必顾强之 将欲废致必顾心之 这个你可以从一个家族 从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达到鼎盛 它也不会盛极而衰 对不对 我们要吸一口气 我们常常吐一口气出来 所以你认为是吸好还是吐好 这一吸一吐才有呼吸嘛 对不对 你觉得心胜好吗 但是物极则反嘛 太阳爬到日真当中就接着要往下什么 往下去走了 意思是说我们从大自然里面的一个运作 一个既定的定律当中 当我们处在某一个点的时候 比如当我处在一个弱的地方 你也不要怨天尤人 自怨自毁 懊恼不已 因为你知道 你会有痞疾太来的一天 你不论处在多大的逆境 该自己守的本分 没有任何的一个瑕疵 你就绝对有痞疾太来的时候 可是当我们处在高峰的时候 你也不要交得意满 你要告诉自己 接下来如果我不能够守成 我就要往下去走了 你从每一天天的一个变化 从一年四季 从大自然所显示的种种有声无声的声音 都在启示我们 到跟我们讲什么 让我们在每一个位置的时候 都能够生一个警觉之心 那你处到高位 也未必当下就要摔呀 你懂得守成吗 所以后期生而生先 后面会提到啊 圣人不与人真 好东西跟大家分享 谦虚低下 反而后代的人 或者当时的一些的这个百姓 都把圣人推到一个极点 把他视为最尊贵的人 这就是在相反相成 你不要喜欢多 什么东西一多 麻烦就来 你不要去羡慕别人 你不要觉得自己现在位置很低 你位置很低 你才有什么 奋起后来居上的可能性 我们不要厌恶秋天跟冬天 如果没有秋冬带给大地的一个生养 喘息的机会 你何来春秋两季的一个地利的一个消耗 所以人的一生也是如此 我们人生也有春夏秋冬 从少不经事到年轻力壮到中年 到后来色身剑刺衰老 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自己应该要去承担的责任跟义务 千万不要只想全力而不尽义务 那个只想全力不尽义务的那是娃儿 后学的儿子跟后学讲 他那个小孩子 他生了一个儿子 一岁了 他说每一天醒过来 饿了就哭就吃 吃完了就玩 玩够了就睡 我就说啊 你也曾经经历过这个阶段 人生最美好的是这一个阶段 但是如果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 他就很可怕了 所以只有娃儿他在那个阶段 他扮演好这样的角色 他才能够一米大一寸 他该睡不睡该吃不吃 他如果该玩的时候 一副懒洋洋 你就认为他生病了 所以人生每一个阶段 都有他存在的一个意义 那我们到老来呢 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我们的家庭责任 有我们要去父亲的什么 一个所谓的养育后代 然后还要去奉养我们的父母 到年老的最大的好处 就是时间多啊 可以随自己的意识 安排我全部的时间 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运作自己生命的轨道 这就是年老所带来最大 最爽心最快意的一件事情 当然这个安排 您千万不要把它定位成 年轻都没有游山玩水 年老有钱有闲 我把生命虚耗到那个地方去 那将来就毁之万一 所以年老没有不好 年老没有什么要去避讳的 我春根下雨 秋收了责任了了 在还没有去东藏之前 为自己做一些 与我心性有益的事情 他才是最有智慧的 一个决定啊 第三个 相反相克 相反的对立的东西 固然可以相成 但是它也有相克的作用 比如我们在《道德经》谈到 柔弱胜刚强 然后所谓的 敬胜热 照胜寒 天下至柔 天下莫柔弱于水 但是功坚强者莫之能胜 这些都是相反相克 可是不论相反相成 或者周而复始 它都是大道的一个作用 它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面 如果我们智慧开了 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样去 把这个道正确无恶的行诸以外 所以佛菩萨永远慈敏众生 但是不是也有怒目金刚吗 那怒目金刚只是为了要 呈现自己的情绪吗 不是它也是为了教化众生的一个方便 还有反本付出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反者道之动 当我们看到大自然的一个循环的时候 我们要从大自然当中 读出这么多意在言外的一些的启示 所以修道人 人法地 地法天啊 天地之道的声音 我们读出来了 明白了 那么我们离道就不远了 万物最终都要回到它的根源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要回哪里去 六万多年前 从光阴天下来 我们就迷失在这个花花世界当中 乐不知返 好不容易等到这么一个三期末节年 然后大到应运了 服务云云各归其根 归根月经 世卫复命 云云是代表众多的 万物都要归根 冬天了 夜落要归根 我们人老了 一口气不来了 我们要归根 我们的根是在天上 我们的根不在三个道 所以用一生的岁月 经营出往三个道去 栖心 去栖息的这么一个悲惨的境界 那要怨谁 不都是自己吗 所以我们的羞耻服势 画在哪一个地方 作为我们歇脚的一个归处 它有赖于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 我们决定自己的未来 所以我们是要能够含笑而终 还是惊恐莫名的 当死亡到来的时候 我的惶惑不安 因为人在临死的那一刻 你这一生所有历经的岁月 在七八十年的岁月当中 做得好好坏坏就粒粒在目 像电光一闪就浮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的好如果做得多 我们当然就含笑而终 无所惊恐 我们的恶如果做得多 我们就会惶恐 因为那个一刻 你就已经看到 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归属了 能源经已经讲了 不是等我们断气以后 我们才去地狱的 是我们那一口气将断未断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看到自己的未来 所以人在死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彰显出不同的一个样子 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去处 一个教化 为我们来生再来人世间学习的时候 埋下一个好的伏笔啊 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 所以弱者道之用 他这个就谈 道的作用一个有道之人的时候 他通常是谦卑地下的 我昨天在家里 在复习这些章节 读道德经与后学而言 比较有当头棒喝的感觉 因为所谓的弱者道之用 从我儿童时期到我进道场 好像都看不到 弱者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强者 我典型的那种 头错胎上错天堂头错胎 一个男孩子的个性 跑到女孩子的虚体里面 所以过去后学这样骂 小的时候就因为前念书 因为老师说后学的个性刚强 我爸爸就打我了 那个时候念高中 后来我爸爸归空了 也不用等他归空 等我年纪大以后 他也打不了我 他要打我就跑 他要骂我就走 以前觉得有没有 没有什么不对 现在才发觉 这是我要去检点自己的 一个地方 这个弱不是懦弱 而是懂得有没有 懂得谦卑啊 所以千万不要把老子讲的弱 给懦弱化成等号 懦弱是不可取的 水如果太强 水性的人太强 他会掀起滔天巨浪 他也会吞没万物啊 可是如果太懦弱呢 福不起的阿斗将来回到 都帅头天天佛院 也有需要进化的地方 没有自己的意义 没有自己决定的什么 一个方向 可是我们一般的人 百分之九十都是比较刚强 那个刚强有时候即便没有行诸以外 藏在里面就是固执 你怎么讲 我就是不要赶 没有你要安装 其实没有人会拿你怎么样 是你自己会害到自己 所以这个固执也是一个刚强 刚强不是在外面 给人家那种尖牙利嘴啊 或者暴力而已 有的时候 我常常不说话 但是我从来不会 就别人对我的指证 做任何的修正 他也是刚 他是属于固执那个区块 刚跟柔都是道的一个作用 刚刚讲嘛 道身衣仪器就有轻跟拙 然后动跟静 刚跟柔 我们不是讲过刚柔即即吗 如果做的刚好 搭配的刚好 都没有过于不及 一个有道的人 就能够把刚柔行得好 什么叫做刚 义无反顾 这事情我该做了 我绝对不推脱 就是有多么艰难 挡在我的前面 我也不去畏缩 我们在修道的路上 你可以不具备 这样一个刚的特质吗 些微的风吹草动 不修不办呢 那个就是没有天德 天德的特色 就是义无反顾 那柔就是地 你认为柔 好好坏坏 谁都践踏在他的上面 但是没有地 万物就没有立足的地方 所以柔的人 却展现出他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大道在行的时候 以柔为用 所以春夏生万物 秋冬的时候 北风怒豪 收杀万物 那天德就是生万物 以生万物为用 所以道的作用是柔 那落在我们人的身上 修道人就要懂得谦卑地下 所以佛规里面才有一个千功和蔼 我们在立身处事的时候 言语有平和吗 让别人听的时候很顺耳吗 我这点就很差啊 所以前两天小讲师 前天打电话跟后学讲 27号的道学讲座有没有 问后学怎么安排 我说您怎么说 我怎么做 因为你是操持的人 你样样都要问我 这个授课讲师 你就累了 你在开道物会议 你就辛苦了 反正你怎么规定 你规定我时间 你规定我内容 我就照着你的规定 去安排我讲课的就好 你完全不用考量我的想法 我没有想法 后学就跟他讲一句笑话 就跟他认识二十多年 在道场上 我们接触的机会太多 道学讲座 他都是主要的操持讲师 我就跟他讲 我消讲师啊 我说我这个人个性不好 但是历来配合度一向很高的 这个是我敢讲的 包括以前我们在戴德的运作啊 那个黄美满黄奖师 你问问他 我的配合度一向很高 愿我一向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在前面规划事物的人 他是很辛苦的 每一个人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但是每一个人不要坚持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可以集思广益 这样子才不会让事情在运作的时候 一波三折吗 我们将来都有机会 去做一个道路的推动者 你今天怎么对别人 来生来世 你做出家中一个生团的领导者 或者你是在家修行团体 你的下面就有一些 专门跟你拗着来的人 这个叫做如是因得如是果 可是过去自己不理解啊 所以脾气就很刚啊 我们的黄奖师 我刚进道场就在德会道场那边 他很清楚我的个性啊 我那个开道物会议真的会让人 不要你的命也会让你有没有 憋死三天啊 所以过去从来不自觉自己错 虽然也不断的上课听道理 但是欠缺对号入座 回光返照的机会 所以一直觉得 修了十年八年 体会不出那个到位 偶尔会有欢喜的机会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如果境界不是如自己所预期的 运作的时候 那个脾气就来了 一直到深入各教的经典有没有 那个所谓检点 内在的时间多了 次数频繁了 很多东西就清楚自己错了 所以讲话希望一个 讲话的目的是要传达意思 希望能够让别人好 如果别人不乐于听 语气措辞 场合时间都没有选对 那你讲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形式要宽恕啊 你懂得原谅别人 就是等于原谅自己 把别人对自己造成的伤害 一直耿耿于怀的时候 其实你也等于在残害我们自己 后学讲嘛 这一股怨气会伤我们的消坏系统啊 搞不巧就种下了 所谓的癌细胞扩展的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的机缘啊 所以人如果言语平和 形式能够宽容 那你在处事 在运作事情的时候 他就几几乎可以利于不败 为什么 你会得到大家的人心的一个归项 愿意跟你共三圣举吗 所以老子是告诉我们 道之用是要常常处于谦虚的 一个有道之人要懂得容忍 要懂得低下 那么你在运作事情 就无往而不利了 所以最有名的一段话的代表 就是寒山跟时德 寒山问时德 这两位一个是普贤 一个是文书 两位再来 这两位几乎在历史上 好像常常一起来人间同时硬化 所以就像我们今天 作为一个同修道办 如果我们彼此之间 有一些不合的情况 来生见面 就不是他乡遇故之容 那是冤家路窄 那个阿赖爷里面 过去生不满的情绪 就会浮出来 所以我前面才说 活着是让我们有机会 修正自己的行为 把过去阿赖爷 所积存的无名的种子 去做一个净化 那个净化就是用忏悔 忏是知过 悔是改过 从凡夫到成佛 就是知过跟改过 这四个字 就南瓜了这一切 所以忏悔不是只有我们 一贯道教我们 每一天的愿忏悔 每一天念完了 却不知道要忏什么内涵 那个念也叫做白念 那个叫做行事 他是不能受益的 所以寒山问世德 若有人欺我 辱我 骂我 打我 害我 我待如何 我要怎么样面对这样一个人 可能在现实生活里面 或多或少 各位前嫌 我们都曾经遇过 你在做生意呀 对不对 或者在家里面 手足有不太对盘的 或者夫妻 都有 那解灵还西 系灵人 过去生没有那个种子 你也不会成为一家人 一再强调 三轮关系的好坏 跟你过去生 你对应相对的那一方 你的对应的态度正确与否 所感召而来 就是实德就回答他 他说 我只要敬他 让他 避他 由他 不理他 这个不就是弱吗 如果有人这样做 那你懦弱 如果是二十多年前 你们跟我讲这句话 我说你没出息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所以把人家人 拦头穿过 我就会这样讲了 现在我就知道 原来这是一个 德性的一个彰显 同样的一个情况 当年释迦牟尼佛 不是提婆达多 就到外面自立门户吗 然后鼓动身团一些恶性比丘 就跟他什么 就跟他一起 结党淫私啊 为虎作仓 那这一群人就常常在外面 就散播释迦牟尼佛的一些的谣言 于是佛陀 也知道这些事情 看到提婆达多带了一群人 从那边过来 他从前面来 佛陀就从左边绕过去 反正永远不要跟他碰头 他的弟子们就心不平 就在下面窃窃私欲 老是这么懦弱 那一定有什么把柄 对那个被提婆达多 给掌握住了 那有一些信心不够坚定的人 就陆陆续续离开释迦牟尼佛的身团 就归向提婆达多了 佛陀也没有讲话 没有做任何辩白 这是真正的乐阿然若行者 我能真我能变 但是我不真我不变 用时间还原事实的真相 这一段话就跟韩山石德讲的 老子讲的弱者道之用 他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过几年看他如何 可是各位前仙 你千万不要错解 后面这八个字 我现在忍你哦 我看你还能够嚣张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 你如果抱持着这种心态 那个心也不好嘛 是不是 再过几年就一忍他让他 那么所有他最后必然是咎由自取 我们现在做任何反击的动作 都是不应该 你看我们在读《道哲经》 后面会谈到那个《斧月章》 是不是 他强调 我们人是没有资格 去评断人的好坏 我们也没有资格 去做一个惩罚的动作 因为我们看事情 看的是一端 看的是一面 那这个人如果不好 那他恶贯满盈的时候 天会来惩罚 不要由我们出手 我们出手 往往我们做错会伤到自己 你看老子在那章里面 不也谈到这些吗 同样的义礼 耶稣基督在圣经也记载 你们去做上帝要你们做的事情 那就是做善事 至于那个恶人 你们不要去惩罚 那个交给上帝去处理 所以我说各教圣人讲的不都是一样的吗 所以再看几年看他如何 意思是教我们你的心量宽广 你就让他 让他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 当他做的真的伤到他的心性的时候 那自然天会出手 我们就犯不得有没有 万一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他对你的不好 是来自于过去 是你对他不好的 你不清楚啊 是不是 那你忍他 让他不就是恶缘善解了吗 如果你不忍不让呢 你要反扑呢 那就雪上加霜啊 来生有没有 你还要了这段公案 不是辛苦吗 所以我们面对要实行谦卑忍让的时候 这是一个最好的注解 言之这一生 你家族于我身上不平等的对待 不是过去生活放在你身上的 观圣地经的大解怨经 不是讲到五人关系的形成 来自于24种状态吗 过去生你对人家恶的人 这一生你所呈现出来 就是那种被欺负的角色 过去生被欺负的人 这一生就是强者的角色 他才能够一饮一着 去做一个讨报 所以我们都不可以 妄置以自己所看的片面的事情 去决定一个人是好是坏 去决定要施以 施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应他 不需要 所以天下万物生于有 生于有 有就是道之用 你看得到了 如果讲我们是腹筋母血合合的 腹筋母血透过显微镜也看得到 那有生于五 万物的形体是有 但是如果没有那一点灵光入体 那这个有能够产生作用吗 没有办法 可是没有学到以前 我们是眼见为平安 耳听为实 我们几层去考虑到 那个无形无相 看不到的灵性 才是这四大假合之体的主宰 我们只顾着要让这个色身肉体 吃香喝辣 暖衣足食 却忘掉了 那一点灵光是多么的匮乏 如果没有仁义道德的贵 灌溉 它是一穷二白的 所以学到让我们回过头来 把过去我们所看重的东西 你看重身外之物 看重这个色身的一个什么 一个保养 现在让你把那个天平的地方 给它往下放一下 把那个灵性摆定一的 所以才讲 圣人调心不调身吗 如果我们不去看重于有的 我们就不会被一些 有形有相的人所驱使 桃源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 不就是来自于这一点吗 如果你对于身外之物 太过于一个贪得无厌 那终其一生有没有 就做名利的一个所谓的奴才 所以修道人 第一个要能够寡欲 你才有机会去品尝道的滋味 那有生与无 是老子又回过头来检视我们 那个无形无相的固然重要 但是请不要忘记 如果没有这个四大甲合之体 那点灵光要到哪里去安身 利命啊 所以我们可以 有跟无是可以相生的 有无是相反的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地方 有无是相生的 用自信来做主 以身去宰道 那有无就是相生的 所以有不见得不好 看我们怎么去运用而已啊 所以不能只看到无 被由工作人我对应的时候 去察觉自己的心性 是真的一个达到原名 还只是短暂的不蒙成而已啊 所以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那这个这一句话 他的解释的范围就更广了 所以我们读完40章的时候 你就用担子 担子就有滋味了 就像泡一壶茶 喝到后面 你不但地冲的 一直加水的时候 那个茶味是不是越来越淡 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并没有让你把所有物质上的东西 都弃而不用 你要学会在本来需求很多的状况之下 慢慢淡化你的需求 没有让你完全不用 所以老子用寡欲啊 没有让你用绝欲啊 连阿罗汉修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他半个月还要吃一餐饭呢 那没有这些食物的功绩 他也很早就要什么 嫁祸惜归了 所以在道者 这个所谓的反复章里面 还是强调 言语柔和必语人真 任何事情牵退低下 不要处处跟人家去逞强啊 假如我们不了解 言语牵下 行事低下的一个要点跟好处 那么即便我们在道场上 累积了很多的外王的功夫 那个叫做外保的庄严 但是就本质上 我们离到还是很远 这叫着相修行 着相修行是出不了六道路